多次遭到媒體直擊 秘密約會的柯正東和李玉芬 雖然照片影片證據確鑿 卻始終不承認戀情 這段相差七歲的姐弟戀 再度被八卦週刊拍到 兩人親密接觸的畫面 柯正東的爸爸在自家餐廳舉辦私人聚會 除了張小燕 張青芳 普學亮和王大陸等 都是坐上兵之外 也赫然發現李玉芬的身影 凌晨一點左右 獨自眼走出餐廳的柯正東 確認外頭安全無欲之後 轉身返回餐廳 接著將喝到爛醉的李玉芬扛在肩上 右手伸到對方的腋下 緊貼著女生的胸部 就這麼一拉一撐 把李玉芬打包回家 平面媒體事後向李玉芬求證 她坦承當晚真的喝多了 而且也相信好友柯正東 所以才去她家休息以免失態 柯正東則說 不知道該如何聯絡李玉芬的家人 所以等李玉芬酒醒後才安排女方回家